到啤酒这么快倒了,它就很多泡上来 身体好了 就能喝啤酒了 我第一次用机器人来煮什么呢? 煮了一个番茄酱 就是做披萨的番茄酱 所以刚才呢,因为第一次做没有录影 效果非常的好 那现在我们就不洗锅,我们要做什么呢? 做一个年糕,韩国年糕 我们一个人的份量和韩国年糕呢,我就买了这个 一大包,现在剩下二分之一,我们再倒 四分之一下去 不需要太多 一点点 有时候一个人煮东西吃特别难,随便在外面吃碗面就可以了 那我们在饭点之前准备好的那个葱跟圆塞下去 这东西为什么好吃呢?就是 它不是新鲜,是在外面我们吃的时候呢 感觉它很热 所以就好吃,那我们就用一小块的黄瓜 把它切断了 这个煮法呢,就是 最懒惰的人煮法,就把这个黄瓜放进去 好,最简单的,我们把这个机器盐开了之后 放下去 然后呢,就 因为这个番茄酱啊,里面有些味道,盐啊 也不加油,也不加,为了健康 直接呢,就这样煮 哎呦,sorry 直接这样盖住 然后呢,这个刚刚开了,他问你要什么的 recipins,什么菜单 我们呢,就不需要他的菜单 我们自动的 把这个按摩呢,123 这个时间,我们就煮这个 让他煮7分钟 是不是太多,6分钟吧 然后这里的度数呢,120度 120度来到这边呢,我们把这个刀啊 不要搅烂它,这里 它是旋转,旋转 然后用2度就可以了 这样子6分半钟 在煮的过程当中 这个6分 30秒的时间呢,我们呢,就可以做别的事情 等一下回来了就可以吃 这里呢,有一个洞它在转,看到吗 它在转的时候呢,我们呢,就最好把它盖住比较好 这样子把它盖住 好,它就不会弹出来啊,各方面了 那我们等 时间到了再回来 好快了,它煮好了,就会发出一些音乐 我们打开来看一下,哇好热,你看 这个水晶器 看一下,哇煮好了,到处来看一下 好了,我们看看我们的莲糕煮的怎么样 它呢,有一片也 没有掌控的好那个时间啊 煮的太久了 所以呢,它整个呢,都会烂掉 烂了,时间太多了,9分钟 我就是怕到它不太熟,所以9分钟 我们呢,就放一些水 啊,去让它自动清洗这个机器啊 好,放了水之后呢,放到这个 那个刀 啊,下面刚刚平住呢,就可以了 那我们放点洗解净下去,按一下 好,再来,让它清洗 嗯,然后拿来搞 还不懂得怎么去控制它,我们刚刚关了机,现在再开 按一下它,重新再开 要等一下开制的过程呢,不要太快 要太快呢,它就会 呃,怎么讲啊,它是电脑嘛,就好像我们 电脑开机的时候呢,都需要时间的 所以第一次买回来的时候呢,就觉得 哎呀,为什么等这么久啊,为什么不可以啊 慢慢的,有耐心的 因为它是机器 好,可以了 可以了,它就会出现 三个button 它问你要记住 这个vessor pin吗? 啊,No 不需要 我们现在去找这个洗东西 这个东西 很简单的控制 好,这个洗东西 按一下这个 OK No 然后呢,按它的 整个 去洗啊 去洗啊 Fasta cream Boring cream 第2个 啊,第2个就可以了 它就会自动 帮你清洗 就不要管它了 虽然做的这么难看啊 我们还是需要 Lunch啊 配一个啤酒 来试一下它好不好吃 这个年糕 我看上去也是不错的 试一下 嗯 Still good 嗯 Nice 黏了一点 嗯